对于澳大利亚来说,中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国家,而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。 中国海关资料显示,2017年,中国对澳进出口总值为9234.1亿元人民币,从比增长29.1%。 其中从澳大利亚进口多达6428.5亿元,增长37.2%。 这令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,中国市场占澳大利亚出口的30%以上。 2018年上半年,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,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仍未改变。 去年6月份,德勤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,一旦失去中国市场的支撑, 澳大利亚将失去50万个就业机会。 家庭财富将损失6000亿澳元。 股市将暴跌17%,意味住3000亿澳元的损失。 也就是说近1万亿澳元的资金,可能会瞬间蒸发。 房价也将出现雪崩。 然而,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这个国家,却还总是不安分。 最新讯息称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 既禁止华为之后,澳大利亚一名议员,最近又为其国家带来祸端。 据环球网报道,近期,澳大利亚议员奥沙利文,发表了入华言论。 这一言论不仅被中国驻澳使馆发言人,指责为令人作呕的言论, 而且还遭遇澳大利亚人的猛烈抨击。 该国种族歧视专员声称表示,这一言论冒犯和侮辱了120多万华裔澳大利亚人。 澳梅还呼吁该国总理莫里斯,展现一些领导力,要求奥沙利文道歉。 不过到目前为止,奥沙利文还未对此进行道歉。 不过这一行为,需再次引起国人的思考。 为什么这个国家一边赚住中国人的钱,一边又喜欢对中国捅刀子? 真如一些人指出的,是中国需要澳大利亚,而非澳大利亚需要中国嘛。 从铁矿石进口来看,去年中国转向更高等级的巴西铁矿石, 并减少购买澳大利亚铁矿石之后。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,必合必踏第二季度的铁矿石产量暴跌9%,下半年,利润暴跌8%。 另外,2018年,中国小麦进口量锐减。 澳大利亚小麦出口首当其冲。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了吧。 澳大利亚议员发出辱华言论之后, 境外议的贸易,或将再受暴击。